北韓領袖金正恩就北京東奧圓滿結束 祝賀國家主席習近平 朝中社報道 金正恩向習近平發出賀詞 責任今次東奧成了歷史印記 又說在習近平領導下 中國不屈不撓 應對前所未見的嚴重衛生危機 以及敵對勢力的操弄 金正恩又誓言要跟中方加強戰略合作 團結起來 共同阻撓美國和他的盟友 敵對政策和軍事威脅 北京東奧星期日結束 北韓上個月說 鑑於敵對勢力和新冠疫情 決定不派員參賽 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說 Omicron變種病毒 可以對長者造成高死亡率 香港仍然要爭取動態清零 又說有效隔離確診者 是控制疫情的關鍵 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發布視頻 為香港防疫提建議 說目前香港感染新冠病毒患者 死亡率大概是0.15% 但是根據英國衛生安全部數據 60至69歲患者感染Omicron變種病毒 死亡率2.65% 年紀越大 死亡率越高 80歲以上更加達21% 強調內地和香港政府 對疫情的指導思想 是生命至上 健康至上 不管你有甚麼不同的政治觀點或看法 在人對病毒的鬥爭中 一邊是人 一邊是病毒 我們最重要的是生命 所以我的看法 在這個領域最高的人權 就是人的生命 健康的生命 這個跟我們現在的西方 有些國家的理念是不一樣的 我們不會容忍 自然地導致大量的長者死亡 所以我們現在的政策 還是爭取動態清零 他說接種最少兩劑疫苗 死亡率可以減少一半以上 但是現在香港長者接種率 未夠理想 60至69歲兩劑接種率有七成二 80歲以上只有兩成八 認為長者必須打兩針 甚至是三針 目前不少患者仍然留在家 未能夠送院 鍾南山說有效隔離確診者 對香港盡快控制疫情極為關鍵 好像武漢開始 健康人和好人 健康人和有病的才分開 是很重要的 如果必要的時候 我甚至認為體育館、匯展中心 都要考慮作為隔離地區 雖然是一個短時的 一個影響 卻建議可以集中重症病人在某些醫院 便於管理和救治 也都要儲備藥物治療 無線電視記者楊培斯報導 多國譴責俄羅斯 承認烏東兩個地區獨立地位 美國總統拜登簽署行政命令 禁止與這些地區做生意 英國和歐盟也同意協調對俄羅斯實施制裁 中方就呼籲有關各方保持克制 聯合國安理會就美、英、法等多國要求 就烏克蘭危機召開緊急會議 美國代表說俄羅斯承認兩個烏克蘭地區獨立 是要測試國際社會的反應 中國代表就說 俄羅斯承認烏克蘭局勢發展 到目前狀況是一系列因素造成的結果 主張各國根據聯合國憲章 更終止原則和平解決國際爭端 聯合國也發表聲明強調支持烏克蘭在國際社會承認的國家入面 維護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 美國總統拜登簽署行政命令 禁止美國公民在烏克蘭頓列遲刻和盧金斯克 進行新價投資和貿易活動 白宮說將會因應俄羅斯公然違反國際承諾 公布更多制裁措施 美國外交人員已經奉命全部撤離烏克蘭 之前由基庫遷望西部城市利益夫駕 美國駐烏克蘭大使館正轉移到波蘭 英國星期二會針對俄羅斯宣布新價制裁措施 由透露會和歐盟就制裁措施協調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和歐洲理事會主席惠希爾發表聯合聲明 說普京的決定公然違反國際法 荷蘭首相呂德透露 歐盟成員國已經同意有限度制裁計劃 將會針對有份參與作出承認 頓涅茨克和勞金斯克決定的人 普京宣布有關決定之前 曾經與法國以及德國領袖通電話 法國總統馬克龍在社交網站 譴責俄羅斯違反承諾 直接打擊烏克蘭主權 德國總理索爾茨的發言人透露 已經與馬克龍以及美國總統拜登通電話 三方同意就普京的決定作出回應 決意繼續維護烏克蘭領土完整 德國官員透露 即使俄羅斯為了牽制歐洲 切斷天然氣供應 德國仍然可以撐過今年冬天 前提系沒有出現反常低溫 中國駐烏克蘭大使館因應當前 烏克蘭東部局勢發生重大變化 提醒在當地的中國公民和中資企業 不要前往局勢不穩地區 提供安全防範意識 即時儲備食品和水等生活必需品 中美外長通電話談到烏克蘭局勢 並就中美關係交換意見 國務委員兼外長黃毅 應約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通電話 黃毅說近期美方推出所謂新版印太戰略 公開將中國跌為地區首要挑戰 還試圖將以台制華納入地區戰略 明顯是在發出對華為堵壓制的錯誤信號 黃毅說中美有競爭亦都有合作 不能夠簡單用競爭定義雙邊關係 中方再次敦促美方以實際行動體現 美國總統拜登作出的一系列承諾 不能夠講一套做一套現言無信 外交部引述保林肯說 美方不尋求搞新冷戰 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反對台獨 無意和中方衝突對抗 美國國務院說布林肯和黃毅談到 北韓和俄乌局勢 布林肯強調有需要維持烏克蘭的主權 和領土完整 深圳國際會展中心部分區域 被正用為跨境貨物運輸接駁點 深圳衛健委說根據疫情防控工作要求 和保安區政府跨境貨物運輸 防疫工作的整體部署 回正用深圳國際會展中心12號廳 和南廣場等室外區域 作為保安跨境貨物運輸一級接駁點 為期一個月 期間將會封閉管理 正用結束後會全面清潔和消毒 再對外開防 內地新增59宗新冠病毒本地個案 另外新增超過70宗有香港輸入的確診 和無症狀感染個案 新增本地個案當中 內蒙古有20宗 江蘇12宗 遼寧6宗 而多個省市繼續新增多宗 由香港輸入的確診和無症狀感染個案 廣東佔最多 有41宗 上海有23宗 福建有8宗 北京4宗 和浙江的1宗 中國駐烏克蘭大使館提醒在當地的中國公民 和中資企業要注意安全 大使館發出公告 說烏克蘭東佈局勢發生重大變化 提醒在當地的僑民和企業 注意當地發出的安全提示 不要前往局勢不穩的地區 和關注市館發出的信息 並可適時儲備一些涼水和日常用品 並且要與當地的華僑華人協會、留學生會、中國商會等加強聯繫 代國譴責俄羅斯承認烏東兩個地區獨立地位 美國總統拜登簽署行政命令 禁止與這些地區做生意 英國和歐盟亦同意協調對俄羅斯實施制裁 中方呼籲有關國方保持克制 聯合國安理會、習美、英、法等多國要求 在烏克蘭危機召開緊急會議 美國代表說俄羅斯承認兩個烏克蘭地區獨立 是試圖為進一步入侵烏克蘭製造藉口 俄羅斯代表說莫斯科當局仍然對以外交方法解決 對烏克蘭危機持開放態度 烏克蘭代表就希望聯合國對俄羅斯採取行動 中國代表就說在當前形勢下 有關各方都要保持克制 呼籲有關各方繼續開展對話協商 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尋求解決彼此關切的合理方案 美國總統拜登簽署行政命令 禁止美國公民在烏克蘭頓列遲刻和盧金斯克 進行新的投資和貿易活動 白宮說將會因應俄羅斯公然違反國際承諾 公布更多制裁措施 美國外交人員已經奉命全部撤離烏克蘭 之前由基庫遷往西部城市 李玉夫的美國駐烏克蘭大使館 正是轉移到波蘭 英國政府星期二召開緊急安全會議 首相約項信預料將會針對俄羅斯公布新的制裁措施 衛生大臣賈惠特形容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已經開始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和歐洲理事會主席惠希爾發表聯合聲明 說普京的決定公然違反國際法 荷拉首相呂特透露 歐盟成員國已經同意有限度制裁計劃 普京宣布有關決定之前 曾經和法國以及德國領袖通電話 法國總統麥克龍在社交網站 譴責俄羅斯違反承諾 直接打擊烏克蘭主權 德國總理索爾遲家發言人透露 已經與馬克龍以及美國總統拜登通電話 三方同意就普京的決定作出回應 決意繼續維護沃克蘭領土完整 無線電視記者阳明傳播到 地點發言人數字幕提供 突然參考 님이固定了